最近播出的众多新剧 不知道小伙伴们都在追哪一步呢 大型古装剧东宫正在热播中 剧情又有新的走向 玉佛节要到了 皇后特地叫小枫和李承鄞入宫 说明这次必须要太子妃去 赵瑟瑟看到专门给小枫做的衣服器的脸都白了 到了晚上李承鄞专门到承恩殿去给小枫 说玉佛节要注意的是 不过两个人还是日常聊天便吵架 气得小枫直接说不去了 把衣服给赵瑟瑟 让她去 看得出来李承鄞还有点惊讶 她说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让她去 好让她被皇后惩罚 喂 你怎么能把小枫想得这么坏 听到这句话真的人都要气炸了 不过小枫说了自己承担后果 李承鄞还是把衣服拿给了瑟瑟 赵瑟瑟起初还假装说不去 后来还不是开心的不得了 等到玉佛节这天 皇后看到来的不是小枫 想发火却又碍于皇家颜面 因此安耐住了 不过后面可有赵瑟瑟苦头吃了 小枫没去玉佛节到乐得自在 被顾剑带着跑出宫去玩了 到街上看到有波斯女巫算命就进去了 话说女巫真的长得挺好看 顾剑也就跟着一起进去 女巫一看到两个人感觉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女巫说两个人有他们两人有两世情缘 但都不会有好结果 让他们赶紧分开 这也太惨了吧 小枫说女巫乱说就气走了 顾剑还是留下来接着听完了女巫的话 虽说她嘴上说女巫算得不对 但是她心里已经相信了 难道师父真的不配拥有幸福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